上课时间校园里面小朋友还在奔跑玩耍 在桃园卢竹区爱迪尔幼儿园占地超过500平 校舍旁还有幼儿园的游乐器材玩弱小公园一般 近27年的幼儿园突然说收就收 大班家长5月3号突然收到学校通知 通知单上写受到少子化影响和政府广受分盈利幼儿园等因素 导致幼所招生不如预期 爱迪尔将在27年画下据点 今年7月12号毕业典礼 全员参加作为最后一次的完美结束 但却只有发给大班家长 中小班幼幼班家长还得辗转告知 孩子突然没学校念 简直太错愕 超过130位家长成立自就会 有小朋友就觉得说 妈妈我今天到底是要去哪一间幼稚园 我是要去我原本那一间吗 然后可是那间幼稚园 可能玩具都坏掉 uncle都没有来去 目前爱迪尔收拖学生数扣掉毕业大班 中班小班幼幼班还有114人 甚至在上周之前 还有新招生的新生34人 一共有148位学生 但7月中旬 暑期托育更难找 到8月之前还有10多天空档 家长也相当傻眼 我虽然这是法定规定的时间两个月 可以让我们去找新的学校 但是我们当初找学校的时候 我们也都很认真的找 我们不会这短暂的这几天 就让我们选定好一间 适合我们位置 适合我们的 教育者回应已经收到通知 爱迪尔幼稚园将在7月中旬歇业 也提供附近可收拖业者调查家长转介需求 到院方询问 现场警卫告知园长不受访 再次电话询问 结稿前爱迪尔幼稚园没有任何回应 本该让家长放心的校园 却瞬间让孩子无处可去 让学生家长难以接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